哈喽你来了,这里是江湖说,今天为你揭秘的是电影《萧生客的旧熟》的幕后故事。 1994年是美国电影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,数不清的经典之作走进了观众的视野,而童年上映的建议题材作品《萧生客的旧熟》却票房惨淡,连好不容易拿到的三千万美金投资成本也没有成功赚回。 然而正所谓是金字中会发光,今天的《萧生客》却成了各类电影榜单冠军宝座上的常客。 电影在拍摄时经历了太多不义,那场在开头就震慑住我们的监狱府拍镜头,是导演弗兰克和制片马文花费六个月确定场地,用一个月时间计划全体劳烦的行走路线,最后雇佣500位临时演员才拍摄而成。 但无疑,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此镜头不仅交代了整个萧生客监狱的布局,突出了戒备森严的安保情况,还表现出了安迪从高处跌落,变成无处可逃罪犯的巨大落差感。 此外,电影还差点因为一只驱虫与观众无缘。 剧组在拍摄老不用虫自卫口袋里的乌鸦幼处戏份时,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前来监督。 他们表示,直接将活虫自卫给乌鸦是不人道的。 剧组最后找到一条自然死亡的虫子,才完成了拍摄。 有意思的是,拍摄安迪在失误中发现虫子的镜头时,工作人员还特意用火柴搭建了一个微型椅子,以供虫子在拍摄间隙休息使用。 还有瑞德出狱后和安迪会合的镜头,其实在剧本中是没有这一情节的。 由于制片方的强烈要求才拍了这一条,在后期剪辑时,导演也是加了右衫。 最后还是考虑到,让观众都能感受到重逢的这一喜悦,才保留了下来。 而值得一提的是,导演原本对主角安迪扮演者属意的是汤姆汉克斯,但由于其要出演《阿根正传》便拒绝了邀请。 结果,蒂姆·罗宾斯不仅完美地诠释了角色,那张在暴风雨中仰头呐喊庆祝自由的海报更是深入人心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下期江湖将为你揭秘的是霸王别姬的。